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個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 問一下各位請問你現在學習開心嗎 學習開不開心很重要耶 學的不開心就想回家啦 對不對 因為現在上課 就算老師在電腦教室上課也很難控制他 應該沒錯吧 因為不看前面我看下面可以吧 因為手機很方便啊 因為沒有帶路我又看起來嚕了 他也玩得很高興 所以現在你必須要讓上課的時候讓他有興趣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說真的要學習已經不是只有教室裡面可以學 好多地方可以學尤其這種線上的更多 我相信大家的平常也有很多機會是看影片學習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主題上的話呢會跟大家介紹就是所謂的摩克斯啦 那您可以看一下這個是去年那個親子天下的齁 在這邊 親子天下有特別提到其實現在的那個什麼學習的方法 第一個學習現在是比較個人化 其實這也符合孔子講的嘛 對不對齁 你要怎麼樣 按照自己的進度啊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什麼天分 所以你依據個人天分給他不同的進度甚至內容 再來 現在 一個專長真的不夠 對不對 一個專長真的不夠齁 兩個 好像也開始不夠了咧 最好能夠都會多一點 好會多一點 所以你要勇於跨界嘛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講說我要跨領域的人才 再來就是現在的升學也不見得像我們以前一樣 喔就一定要念就直線上升 沒有現在你可以先怎麼樣 這樣高中 高中子我們現在有那個嘛 高三的時候有一個那個什麼專案 最近今年教育過那個先就是 對對對先就業的然後再升學的那個方案 所以都是一樣齁 好所以呢 所以呢 以往 其實我們有所謂的那個 這個 MOC 就是像這個叫Mass Open Online Course 好 那麼在台灣是陳諾木克 對岸 對岸陳諾木克 台灣陳諾木克斯 事實上都一模一樣啦 好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在摩克斯之前的話 其實已經就有另外的叫做OCW 這個 這個倒是很多大學都有喔 很多大學包括台大啦清大啦政大啊 他們這種方式就比較單純 比較強調就是把課程在現場錄下來之後 就直接放到網路上 所以比較不強調互動 而是說我就直接把這個課程放下來 那麼今天即使你有沒有來修這一門課 甚至是不是我們學校的也都可以看 他比較強調就是把這些知識就公開在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進來 所以這是從1999年開始 1999年開始 滿…在國內也算是滿多的 那摩克斯是相對比較少一點 不過這兩年已經慢慢一直在增加 那麼到底摩克斯跟我們剛剛講的OCW 這個部分也沒有哪些不一樣 這個是國內的一些開放式課程有的那個學校啦 等一下我們會去…就是在任務裡面有這些超連結 你都可以直接進去裡面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介紹一下到底摩克斯他是哪裡不一樣 摩克斯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他是以五到十分鐘的小單元做什麼 影片 我們剛剛講的OCW是 我就整個課程把它錄下來 假設我上一個學期18堂 那就把這18堂或16堂有上課了 就把它完整錄下來就放在上面 那這邊就不一樣 我老師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一個主題一個主題 再來他比較強調互動 所以呢 會有一些即時的線上討論啊 比如說上課 他有課程時間放上去的 那如果同學要有問題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回應 老師或同學都可以直接做回應 再來有的他有需要實驗的 可能就需要在線上直接做 甚至呢 可以交注意 比如說你可以做評量也好 或者是在上面直接教作業作品都可以 那當然最大的好處就是 以自己的學習程進度嘛 對不對 你看我學到哪裡 有問題 我就再繼續上下去 所以那個課程 在網路上公佈了之後 你如果這一周沒有看完 你就隨時自己找的時間再上去看 都可以隨時再複習 這樣老師也不用重講 對不對 但是呢他又可以不斷的煩老師嘛 哈哈哈哈 他都不怕說 老師我把你準備起 你會不會生氣 語調都不會不一樣 哈哈哈哈 好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有些比較屬於操作型的 或者是屬於觀念式的 我們講過之後 他就可以再思考一下 重新看一下 那 甚至呢 現在有些課程 這兩年都有 就是 有些課程 你如果想要 比如說有一些是屬於自學的 或是你覺得說 我需要有這個學習證書的 那他就是 會像那個會考一樣 同一個時間 大家一起考 考完有通過就給你一個證書 表示說 欸這個課程你真的有認真通過了 好 那 我們的摩克斯的部分呢 他目前在台灣主要有這幾個 其實說真的 在台灣的摩克斯是相對比較少 我們的比 相對是指跟對岸比起來 跟世界上其他比起來 就美國啊 比較先進的國家比起來 我們是相對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老師是不願意的比較多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下午最 最後面一個主題 要講錄影 對不對 對啊 因為老師覺得 OCW這種 就是我在後面 教室後面架一個DV就好了 老師接受度比較高 因為他就跟一般上課一樣 我不用特別準備 這不是喔 這是要你的電話 又錄影片喔 嘿嘿嘿 而且要做課程經營 哈哈 本來一個班 可能50個人 老師要改作業就辛苦了對不對 現在不是 來個兩三百 甚至上千 上萬人 改作業有沒有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你知道摩克斯 大部分都是用選擇力吧 哈哈哈哈 如果是交報告 交作品 嘿嘿嘿 因為要看情形啊 當然還是有老師 有這種 教作品的 但是相對會比較少 嚴格來講 認真上來比較少 大概5%啦 5%左右是認真上來 畢竟這個是線上 自主學習嘛 自主學習你就知道 如果沒有毅力 沒有耐心 沒有恒心的 其實他是上不完的 嘿嘿 所以我參加很多課程 我都被老師當 哈哈哈哈哈哈 好沒有關係 被當 沒有去 沒有關係 但是重點是我們有加入過這樣 開玩笑 是不是要學到東西比較好 那在台灣的話 主要是有這幾個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幾個 呃就是所謂摩克斯的平台 原則上呢 這裡有一個 總 入口平台 不過這個 摩克斯線上入口平台 這個是有接受教育部補助的 才會在上面 所以我發現其實 後來有接受補助的課程不多 所以在這邊的 反而看到比較少 您要去找的 主要是下面這三個 E-Want 浴網 這個應該是清大還是交大的 我記得 嘿 然後他有台灣在 再一個Shield course 主要就是這三個平台 那也許有可能 某些課程 你可能三個平台都看到 但是 就是說 有一部分是屬於 只有某一個平台才有的 某一個平台才有的 這個是給各位 參考一下 我們在 這個摩克斯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到 國內的一個部分 那國外的更多 甚至現在 開始國內也有什麼 我們剛剛講 是不是都是免費課程為主 現在也有付費 國外本來就有付費了 那國內現在是開始 從應該是去年 去年年大概年中以後 開始有嘗試就是說 欸 我就這個老師教的不錯 我們來開個付費的課程 所以也有 慢慢的一定會啦 因為畢竟總是要些成本嘛 現在是大家是打知名度的 所以就 因為這個對其實以後就是 就學 同學在選擇的時候 也會很有參考指標 那國外的啊 COSTA EDS 可岸學院啊 這些都是 那上面當然免費還是很多 對岸的免費也很多 有沒有 大陸的 大陸稱作 募客 你看像什麼 中國大學募 這也是一個 類似入口平台 這些都是 所以 其實我們這些連結 都有放在 玩偶裡面 當然您指令 關鍵字也可以找得到 也可以找得到 好 那 他的整個經營方式 我待會再跟老師介紹就好 我先帶老師去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因為剛剛已經講的一些概念了嘛 所以我們就實際來怎麼樣 註冊一個平台 找看看有沒有老師 您喜歡的課程 你就給他加進去 所以現在暑假剛開始 正式 進修好時機對不對 暑假在家進修也是可以的 OK 好